像什么大乐透这个我想自己再练习 等于是自己还有标签的颜色 这个我想导致比较其次 就是Table的这些颜色 它可以用Cubic Color 不过我觉得Cubic Color做出来的颜色太丑了 只有16种颜色 所以我通常会用RGB 自己再去玩玩看 另外有一个大乐透 这个是按下去它自动开讲 我这里面是用一个叫RND的乱数函数 它会自动产生0到1之间 但是不会等于1 等于0到0.999的一个乱数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它按个按钮 自动可以开讲 有兴趣自己玩玩看 其他的话当然还有关工作表的复制跟删除 删除我讲过 但复制的话 跟前面不同的是我讲过 Copy 如果说你只有Copy 它就产生一个新的活跃布 那如果你后面有个before或after的话 它就会帮你复制到前面或者后面 是复制 如果有同样的名称假班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加一个刮壶2 再复制刮壶3 一些类推 好这个是复制跟删除部分 有兴趣自己再玩玩看 最后是工作部相关的 刚刚有讲到有关另存 不过这边的话有一个是工作表存成什么 这个2003的格式 2003 那通常是遇到什么 比如说我们今天假如说有 刚刚这13个档案 可是问题你要给其他人 比如说那个导师的电脑都很旧 那你可能需要给它的是2003 如果你给它 你现在的格式它开不起来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我们现在要讲的 就是说 可以把它另存成其他格式 包含就是2003 那我这边有一个加一个fire dialogue 2003 那特别注意 关键的地方 一样是for i 等于 因为一样是把什么呢 把这个工作表里面的第一个到最后一个 所以是第一个到序的点抗 这个是一个回圈范围 那再来做什么呢 把它save 记得一样是copy copy的话是开一个新的回页簿 不过特别注意 前面的部分是save copyS 但是这里特别注意 如果是你要另存 如果是同样格式同样档案的话 没有问题是用copyS 但是如果你要另存成其他格式的话 你就不能用save copyS 你一定要saveS OK 这两个方法 有些地方一样 但是有些地方不一样 saveS 会多很多功能出来 那你想说有什么地方不同 你可以按F1 saveS 这里面的话就告诉你 多一个就是所谓的什么 file format 那还有后面这些一堆 有他什么password的什么也都没到 那我们关键是在file format 就是什么呢 档案格式 就是你另存新档的时候 不是很多格式让你选吗 那你只能用saveS 不能save copy OK 那格式呢 其实特别注意 按F1之后 file format这边 有一个就是清单让你知道 有没有这边有个连结 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的话呢 这边就有很多 比如说你要存成什么 比如说 Excel之前的版本 我记得好像是Excel 8 它的常数名称就是Excel 8 OK 然后呢 再更旧的 有很多种格式 其他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还有存成CSV 那CSV有好几种 Mac的 Mac 就是Apple的电脑 还有像那个以前的MSDOS 跟那个Windows 不过如果说你不想要 反正你可能要测试一下 我们大概又用这Excel的CSV 不过通常会有个问题 就是它的BigFi跟那个什么 Unicode的问题 所以转出的话 可能你要测试一下 好 那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存成旧的版本 那就是Excel 8 所以这个常数你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后面 就是你现在的 ActiveShips的名称 在后面加上什么 顶多就是豆点 加一个什么呢 就这个东西 Excel 8 Excel 8 Excel 8 就是2003以前的版本 那我们就多一个Format OK 所以那个Format不是用背的 是用查的 有没有 这边按F1 去FileFormat里面查查看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 这边 首先多一个2003的资料夹 然后我这边 把它设个中断点 在这边执行一下 好 第一个他问你说 你要存到哪里 这个应该是 Pick进来 OK 那存在2003里面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也是一样的 就是得到我们的路径 然后路径里面的话 再来就是 要存什么 存这个 Save As 有没有 所以这个路径的话 就是这个路径 加一个斜线 加Active Shift 指的是现在这个 这个 指的是乙班这一个 然后把它存成什么呢 存成那个2003的格式 好 存过去 存完之后呢 记得把它Close掉 那你会发现 这个Close 我们前面 好像还有多加一个 True或False 如果后面如果加一个True的话 表示 是不是要Save Change 如果是True 表示存档 那如果没有 我记得好像他就直接把它关掉 把它直接执行 把它关掉 直接关掉 这个时候他就关闭了 也是没有存档 Next 就换下一个 把它全部执行 好了 OK 按一个 一个 一个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会自动帮我把所有的 工作部 本来应该是存成什么 存成2013的档案格式 可是我是存成2003 关键在这里 还有这里 OK 我们来看一下2003里面 这时候的话 其实这边看不出来 那你按右键内容看一下 它的 有没有 副档名就是这个 XLS 那你想说 老师 那如果我要 假设我不要这个 我要CSV 有没有 或者XML 那也可以 一样先新增一个资料夹 CSV 类似像这样 那我这边就有一个 一样 CSV 那这个地方 顶多差别就是把 我们的 那个有没有 File Format 改成CSV 然后一样执行它 给CSV 直接按确定 它会自动怎么样 你会发现特别快 CSV 直接存进来 CSV里面有没有 有了 那CSV 按右键 看一下内容 CSV 那其实CSV 如果你给那个电脑里面 没有Excel的话 它其实按右键 或者你可以开启 用那个记事本来开 它用记事本也可以开 有没有 它主要的格式是什么 就是 每一个 栏位跟栏位中间 会多加一个豆点 那后面呢 就帮你Enter过 另外 如果你CSV 我帮你另存新档看一下 这边它编码 是ANSI 不过 其实很多电脑 或者很多资料库 它可能会需要用到UTF8 那你可能要试一下 我不知道用Macintouch 会不会是UTF8 或者Unicode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改一下 因为它好像有四种 所以可以试一下 一般 最后我可能会需要UTF8 那你可以再改一下这个格式 CSV 那其他还有很多 所以你自己再去玩玩看 反正有很多种 转档的方法 那利用这个范例 主要是告诉各位 以后如果你有大量的工作 不 你要P次的转换成其他的格式 都非常简单 以后你可能要一个月慢慢存 现在不用了 反正写一个P次 全部都帮你转存完成了 OK 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要转存其他格式 该怎么做 那关键就是用Safe as 里面的这个Format 帮我们存 那第二个的话呢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就是说 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再来就是我们如果要什么呢 合并活业部 所谓活业 其实就是工作部 意思就是说呢 我如果希望 把刚刚的这个VBA里面的13个党 如果导师都寄给他们 他们回来成绩也都登录好了 东西也都放好了 那我要再给教务主任 给校长看的时候 你总不可能一个一个 你请你慢慢开吧 他可能会骂你说 你要叫我一个个慢慢开 他一定会跟你argue一些 你怎么办 你要把 他说 把他合并起来啊 那合并怎么办 还好这才13个 有些学校一堆 如果他希望全部都在一起 可能每个班级 像比如说完全中学 可能有六个年级 那六个年级 他希望全部都在一起 怎么办 你就一键完成就好了 那怎么做 接下来 我们来这个先删掉一下 OK 那我demo一下 我这边有写好的一个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先demo给各位看 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合并活跃部 一个是 File Dialog 那File Dialog 足够迷失忆啦 不过File Dialog有两个 一个是 你的目录在哪里 一个是 你要存在哪里 会两个 这边会用到 多一个就是什么 我们前面是 File Dialog 的什么呢 叫Furder Picker 对不对 这边是Safe As 意思就是说 你要合并嘛 那合并不就要告诉我 那个档案要放哪里吗 OK 所以会利用那个Safe As 这个部分 你要存一个档案 上面是选取哪个 要合并的目录 下面是存在哪里 那请特别注意哦 存档的路径呢 千万不要放到里面 因为你放到里面 跑一个回圈 你又把自己又加进来 又把自己加进来 那这样没完没了哦 所以合并的路径 千万不要给它丢进来 不然的话 你自己又一直在找 我一样是Do Why 有没有 去这个目录里面找 你不能把自己放进去啊 自己放进去就无穷回圈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好我们来Demo给各位看 一执行 请问一下你的那个目录在哪里 在VBA里面 好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呢 他会问你说 诶 第二个问题 请问一下 你要存在哪里 那我一样存在桌面 可是记得哦 不要存在里面 我存在外面 名称叫O 因为你第一次另存的时候 一定要合并嘛 合并之前你第一个档案 一定要先存档 其他的再把它分别放到 他这个档案的后面 OK 然后按确定 儲存哦 这时候有没有 他就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好合并完之后的话 这时候哦 OK 好合并完了 那我给他合并的名称叫什么 就是叫O 就是把这个VBA里面的东西 全部合并过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最后的结果打开它 里面有没有合并呢 全部合并完了 OK 那你想说 这个怎么做出来的呢 其实说真的 今天最难的 就是这一题了 OK 所以待会儿 请各位先试试看吧 先把那个 我刚刚讲的 就是把它另存成 这个就是2003跟CS 待会儿我们再来看一下 合并儲存格 不过我刚刚是用Find Dialog OK 有这么多了 你会发现光程式长度 也是今天讲最多的 那我当然 幸可能把它写简单 可是 再写简单 好像也没办法太简单 但是上面我都有叫它注解 OK 待会儿再来看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